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是讲鲁国的国君鲁埃公来向孔子请教 说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人民对国君信服 心服口服 拥戴国君 那么埃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 因为在当时的鲁国啊 长期以来都是由三家执政 三家大夫 就是孟孙氏 继孙氏 叔孙氏 那么三家大夫啊 把持朝政 那么鲁国的国君呢 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鲁埃公很不得意 所以呢 向孔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孔子的回答呢 讲的是举措之道 这个举措之道啊 举措诸啊 有两种解法 第一种呢 东汉包衔的注解 他说啊 错 至也 举正职之人用之 废致邪网之人 则民福其上 也就是说呢 要举荐正职之人 并且任用他 而舍至邪网自私之人 人民呢 都会受到利益 所以才会心悦成福 来拥戴国君 如果相反 举用的都是 挟取不正之人 自私自利之人 而舍至了正职之人 人民呢 就会受到其害 那么人民就不会服气 这个呢 是一般的讲法 那么这个讲法呢 就是告诉我们 要举用正职之人 而不能够用这个自私自利的 挟取不正的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彻底把这个 挟取不正的人给废致不用了 这是第一种讲法 那么另外一种讲法呢 这个错诸的诸字 是啊 知语的二字的合音字 就是诸意思就是知语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反求诸己 就是反之于自己的意思 那么错诸就是放置在 那么在这一句话中 举直错诸啊 就是把正职之人举荐出来 放置在写取不正的人之上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啊 仍然用挟取不正的小人 但是呢 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 由君子人呢 来控制他 来引导他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才不会啊 对百姓呢 造成大的伤害 那么在刘宝南的论语正义中啊 他认为 举直者而置之于王者之上 民所以福 他认为呢 就把这个正职的人 放置在写取不正的 自私自利的人之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民仍然还是心悦成福的 如果相反 把写取不正的人举荐出来 放在了自私自利的人之上 放在了正职的人之上 那么呢 人民就不会服气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仍然要用小人 那么就要把他 放置在君子人之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 不能够呢 随意的作恶 人民呢 也不会啊 受到他的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民也是会心悦成福的 那么这个 在论语讲要上呢 黎兵男老居士啊 他认为这一种讲法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一种讲法和孔老夫子 所提出的尊贤荣重 这个意义呢 相合 我们知道呢 要尊敬推崇贤德的人 但是对于小人呢 但是对于小人呢 也不能够完全的舍弃 还应该呢 去教导他 引导他 那么在论语言渊上呢 有范池啊 来问孔老夫子 什么是人 什么是智 那我们把这一章呢 和这一段呢 合起来参看呢 就更加明了啊 后一种意义呢 更加的好 范池问人 子曰爱人 问智子曰知人 范池来请教孔老夫子 什么是人 孔老夫子回答了两个字 就是爱人 那么爱什么人呢 当然是爱一切人 那么即使是小人 写取不证的人呢 也包括在其中 当然呢 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要引导他 教育他 也要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 问智 就是问什么是智呢 孔老夫子也回答了两个字 知人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 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 范池未答 范池呢 没有明了 孔老夫子的这个意思 孔老夫子呢 就进一步解释 他说 举直错诸网 能使王者直 如果你能把正人君子 正直之人 公正之人举荐出来 放置在小人之上 使这个小人呢 受制于君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受到君子的教导和影响 潜移默化的呢 也逐渐变成小人 也逐渐变成了君子 这个就叫举直错诸网 能使王者直 所以这告诉我们呢 这个小人呢 也不能够完全舍弃不用 那么只要把他 放在君子人之下 受到君子人的教诲和引导 那么仍然呢 可以呢 教得好 所以中国人相信呢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千 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呢 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区别 其实就是啊 一个呢 是受了圣贤教诲的人 而另一个呢 没有受到良好的圣贤教诲的熏陶 而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 绝而久之呢 把自己的本性本善 给蒙蔽了 所以呢 孟子也说呢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意义 就是我们做学问呢 提高自己的修养 德行的方法和途径 其实没有什么奥妙的 只是把自己放逸的心 或者说是丢失了的良心 给他找回来罢了 正是因为人之初 性本善 所以人呢 是可以教得好的 那么要有这种信心 那么之所以要举直错诸网 这个意义很重大 就是因为呢 君子之德 风 小人之德 草 草上之风 闭眼 君子人呢 他的德行像风一样 一般的小人呢 在下位的人呢 他的德行啊 就像草一样 风向哪边吹 草就向哪边倒 确实呢 历史的实践经验都证明 上行则下效 大臣不连 小臣必污 小臣不连 风俗必败 所以呢 举直 就是把那个正直的公正的人 举荐出来 做领导 这个呢 是能够使 这个国家呢 治理的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啊 引导着国家社会走向的 不仅仅是从政的领导者 而且呢 也包括了各种媒体的领导者 像现在呢 特别是网络 网记啊 电视啊 媒体非常的发达 那如果我们的导演 制片人 记者 包括呢 主持人 全都是正人君子 都是正直之人 那么他们播放的内容 都是什么呢 都是以孝辟忠信 礼仪廉耻为主要内容 那么大众呢 就会自然而然的 受到好的影响 这个社会风气呢 就会正 相反 如果这些导演啊 制片人呢 主持人的记者呀 都是唯利是图 他做不做这个节目呢 都是啊 以收视率的高低为标准 以能够获得多少的财富为标准 那很可能啊 就把那些暴力色情的内容啊 都搬上了屏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社会风气呢 也就啊 变得乌烟瘴气了 所以有人说呢 决定了现代社会的 这个道德风气的 还有呢 他的前途命运的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国家的领导者 另一种就是媒体的工作者 那么这个媒体的工作者呢 特别应该选用那些呢 公正无私的人 这样呢 才能够啊 使社会呢 走向呢 正路 那么职的标准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上是正职之人呢 第一呢 就是孝廉之人 我们看呢 在 在论语上呢 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这个社工啊 来对孔子说呀 他说呢 在我们乡里有一个职人 这个职人叫公 他的父亲 偷了人家的羊 这个偷人家的羊呢 并不是主动去偷 就是别人家的羊啊 跑到他们家来了 他顺便呢 就获取了 占有了 那么他呢 作为儿子的呢 就去证明 证明呢 他到了人家的羊 那么社工认为呢 这个儿子呀 是一个职人 但是孔老夫子听了之后 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乡里的职人 与此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他说呢 父亲替儿子隐瞒 儿子替父亲隐瞒 职啊 就在这父子 互为隐瞒之中了 所以啊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职在其中矣 那么这件事呢 就是告诉我们呢 证明父亲 攘阳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正直的事 但是他违背了人伦 天理 因为父子有亲呢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父子之伦 也被称为天伦 那么仁爱之心 从哪里培养起来呢 仁爱之心呢 就是从对父母的孝 培养起来的 所以孔老夫子说 孝替爷者 其为人之本渝 那么这个 他去证明父子 父亲偷了人家的羊 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 是正直的 但是却违背了天伦之理 所以其中啊 有诈 实在是不可取 那么父子互相隐瞒 出于天然 出于啊 父子的天伦 父子有亲 那么仕虽看起来呢 是不正直的 但是他的礼 是非常直的 所以孔子说 直在其中矣 那么在这个 古代的时候呢 认为呢 父子天性呢 他是天然有亲 那么顺着这种 天然之亲 去教导人 这个人呢 才能够教导好 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中国古人 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仅仅是要合法 而是要同时具备 三个条件 那就是合情 合理 合法 这件事呢 不仅仅要符合 法律的规定 还要符合天理 符合人情 让人接受起来呢 才好接受 而且这个法 它的背后的精神 也是人伦之道 也就是说 你这个法律制裁啊 或者是你设立啊 都应该以 帮助人们 达到父子友亲 为目的 不能够呢 引导人们呢 去征送 像在我们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呢 像儿女啊 去揪斗父母 学生去批斗老师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父子之间无亲 不仅无亲呢 还反目成仇 那么他的遗毒是什么呢 他的遗毒呢 就是一直到今天啊 经过文革的人 对他们最亲近的 儿女 都不能够完全信任 都是有所保留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一个时代啊 刚刚经历过的 我们最亲近的人 最可以信任的人 都可以把我们送上 什么呀 批斗台 那么请问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值得真正的信任呢 所以这个职呢 其中 它是以孝为前提的 如果呢 父子不相隐晦 就会伤教 特异 长不孝之风 焉以为职灾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正直 它也是以孝为前提 当然呢 并不是说呢 父亲做这个事呢 儿子呢 就可以去怂恿他 包庇他 而是说呢 父亲做这件事 虽然错了 儿子呢 有可以呢 劝谏的义务 但是去揭发他 指证他的那个人 不应该是儿子 因为这有损呢 父子之亲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孝啊 是直的一个前提 那么我们刚才讲孝连 那么这个连呢 就是指连正 刚直不阿 那么这个呢 也是直的一种表现 比如说在后汉书上啊 记载着祭尊的故事 这个祭尊呢 曾经追随汉光武帝啊 去出征黄河以北 而且呢 并被认为势中令 他执法严明啊 不为权贵 当时汉武帝的 族中一个小儿犯了法 结果呢 就被他严明执法 依法处死 那么这件事被汉光武 光武帝知道了之后啊 就非常的生气 就要把这个 祭尊收监 那么当时的主部 叫陈傅 他呢 就来劝谏了 他说呢 您一直想让军法严明 而现在呢 祭尊执法 不必权贵 就是使军令严明 能够使这个法律啊 实行的好 那么这个光武帝呢 也很难得 就听了这个臣妇的劝谏 不仅没有呢 这个治他的罪 把他赦免了 反而把他认为 刺奸将军 那么他经常这样的告诫 他祭尊手下的将领啊 他说祭尊这个人呢 执法严明 我们族中的小儿犯了法 他尚能够依法处置 不加包庇 那么更不会包庇 你们这些将军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 那么祭尊过世之后呢 祭尊呢 过世之后啊 这个汉光武帝呢 非常的痛心 经常呢 看到他的居马 还痛哭流涕 还经常说呢 上哪里再找到 像祭尊这样 忠职之人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古代的 这些皇帝啊 他也非常难得 他懂得 任用 这种刚执不阿的人 才能够使法律严明 才能够有法 就必依 执法呢 必严 那我们现在社会 有很多的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情况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有权有势的人 犯了罪 他可以通过 行贿受贿的手段 使这个人免于惩罚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法律啊 就 他的尊严呢 就受到了破坏 那么还有一种执呢 叫忠执 也就是犯言执贱的人 这样的人呢 被称为执 在《臣熟之药心绪》上呢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大臣 众禄而不及见 近臣 为罪而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 此换之大辙也 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呢 这个位高权重的大臣 他重视自己的俸禄 所以不会呢 极力地劝贱 这个君主身边的近臣呢 又危罪啊 不敢犯言执贱 那么下面的民情呢 不能够通达到国君那里 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患 那么在《吕氏春秋》上也说啊 说贤主所贵 莫如是 所以贵是 直言也 贤明的君主 最贵重的 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不是金银财富 土地啊 等等 最看重的是 贤士 贤德的人才 那么为什么要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呢 因为他们能够犯言执贱 他看到国家有问题了 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他能够及时地纠正 向领导者呀 能够通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使下情上达 那我们看呢 在孔子嘉宇上啊 记载着这个始渝 施贱的故事 这个始渝啊 他是魏林公的一个臣子 那么当时的瞿伯玉很贤德 但是魏林公呢 却不任用他 而弥子侠这个人呢 很不贤德 无德无才 但是呢 却得到了重用 始渝这个人呢 多次向国君劝贱 但是魏林公都没有听 最后啊 死于死了 在他死之前呢 就对他的儿子说呀 他说我身为国家的大臣 在位的时候啊 不能够奉劝国君 能够呢 觐见贤德之人 罢处呢 不贤德之人 这是我作为臣子 没有尽忠职守 那么我死后呢 也不能够用正正正正常的礼仪啊 去安葬了 把我的尸体啊 放在窗户之下 就足够了 他的儿子很听话 就依照他父亲的指示啊 把这个尸体呢 放在了窗户之下 魏林公来吊咽 结果呢 看到了这个现象 就很惊愕 就问说为什么要把尸体 放在窗户之下呢 史余的儿子呢 就把他父亲说的这一番话 向魏林公说了 魏林公听了之后啊 惊慌失措 然后呢 就说呢 这是我的过失啊 然后啊 就命令这些人呢 按照正常的礼仪啊 安葬了史余 并且呢 接受了他的劝谏 禁用了瞿伯玉 把他呢 举荐出来做官 而且很重用 罢退了弥子侠 而且疏远了他 那么孔老夫子 听到了这一件事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古代的那些 泛言直荐的人 到死的时候啊 也就终止了 没有像始于这样啊 死了之后 还以他的尸体 来劝谏他的国君 他的忠职啊 感动了他的君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古代的这些忠职之人 他呢 是不顾惜自己的利益 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那都要去 劝谏君主的过失 那么这个呢 是忠职的一种表现 那么我们再看 汉书中呢 也有一个 执剑君主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讲的就是周昌 这个周昌呢 他就是配宪的人 和这个汉高祖呢 是同乡啊 当时他任御史大夫 为人坚忍 而有毅力 敢于直言 就是像萧和啊 曹申等等这样的人 都在这方面呢 比不上他 那么有一次呢 周昌啊 在汉高祖啊 休息的时候啊 来进宫禀报事情 结果呢 这个时候呢 皇帝正在搂抱着 欺负人 周昌看了之后 转身就跑 这个汉高祖就追上去 把他抓住 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 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 这个周昌呢 就昂着头说 陛下是像节奏一样的君主 这个高祖啊 就笑了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更加的畏惧周昌 那么到了高地啊 想要废掉太子的时候 这些群臣呢 都来劝谏 但是汉高祖都没有听从 这个周昌啊 在朝堂上啊 争辩的最厉害 汉高祖就问他 不能够废掉太子的原因 这个周昌呢 本来有口吃的毛病 又在盛怒之下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嘴上说不出来 可是我心里知道 这不行 陛下要废掉太子 臣肯定 肯定是不能听从应令的 所以这个故事称为啊 周昌七七 敢直言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他的这个表现呢 让高祖呢 欣然而笑 那么这个太子的地位呢 也得以稳固了 所以你看这个古代的这个 这个大臣呢 他能够怎么样啊 他能够把实情啊 告诉给皇帝 而且皇帝做错事的时候呢 他不惜自己的生命 还要 劝阻皇帝做错 做错 做错的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职之人 还有一种职呢 就是正职 怎么样才能做到正呢 只有学道 才能够做到正 所以在吕氏春秋上就说呢 说古代的这些君主啊 都希望有忠臣 当父亲的呢 都希望有孝子 那么作为臣子的呢 都希望呢 能够得到高官厚禄 但是往往人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国君得不到忠臣 父亲啊 得不到孝子 而这个臣子呢 也得不到高官厚禄 甚至呢 可能在半途而废 郎当入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不知礼意 不知礼意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人学 没有人教他们 没有人教他们 所以才导致了不知礼意 所以中国古人对于那些讲道之人 特别的尊崇 尊师才能够重道 所以对于这些讲道德的人 就特别的重视 那么在狮子上啊 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他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 有人帮你把火给扑灭 你会怎么样呢 你一定会对他们感恩戴德 但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人 有经验的人 很早就提醒你了 要把这个烟囱啊 做得弯曲一点 把这个柴火呢 从灶旁啊 给移开 把这个墙的缝隙给涂好 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终身都没有失火之患 但是你听起来呢 就像耳旁风一样 觉得这个人真唠叨真烦 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入了监狱 被关进监狱了 有人能够想方设法的 使他免于牢狱之灾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呢 被关进了监狱了 如果有人能脱关系 走后门 想方设法的 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 那么他们家三族的人 都会对他感恩戴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来之后 能够孝敬父母 能够照顾妻子 还能够教育儿女 所以他们全家的人 都会对能够解除 他牢狱之灾的人 感恩戴德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在于啊 有人教导你 仁义瓷的道理 让你做人呢 要有人爱精神 君子爱财取 只有道 不能够呢 去贪不义之财 仁义瓷 要怎么样呢 慈爱众人 要有爱兄弟 等等 你按着这个教诲去做 终身都没有 被关进监狱的 这种忧患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感恩戴德 我们听一堂 传统文化的课吧 还是给别人面子来的 是因为啊 不好服人家的面子 人家邀请我了 但是如果你听了 这样的道理 你潜移默化的 按照笑题中心理 一廉耻的标准去做 终身不会被关进监狱 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 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呢 我们不知道 是吧 所以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呢 对于那些讲道德 行道德的人不尊重 我们反而尊重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现在尊重的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最受尊重 那大家会怎么样呢 争相的去赚取财富 所以你看现在的大学生 都以能够找到一个薪水很高的工作为荣 古代的人读书志在圣贤 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成圣成贤而读书 现在的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读书志在赚钱 都以看一个人能够赚钱多少 作为评价他的社会地位 他的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 那么这会促使什么呢 促使人们争相恐后的去为了赚钱 甚至不择手段 还甚至会出现笑贫不笑娼的现象 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个道德沦丧 为什么五轮关系都紊乱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些正直之人 来教导百姓 孝气中心 礼仪廉耻的道理 所以呢 他的这个风气败坏呢 是有原因的 而我们对金钱的崇拜啊 渗透到各个角落 比如说我们去坐飞机的时候呢 经常听到在机场有这样的招呼 说请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人先行登机 你看为什么他有优先权啊 因为他有钱 所以有钱的人有优先钱受到尊重 那么就促使整个社会的人都去干嘛了呢 都去争相的去赚钱 而孟子说呀 上下交争利 而国威矣 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争相的谋取利益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为什么危险了呢 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出现了腐败问题 屡禁不止 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出现了医德 师德的问题 你看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大医生啊 还有老师是最受尊敬的 那么这两种人可能没有多少钱 甚至是穷秀才 但是受到社会大众的最为尊重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人是重德不重财 因为这个医生和老师啊 为社会的付出是无私无求的 比如说这个老师啊 他看这个学生家境很贫寒 但是他刻苦好学 那宁愿呢 自己掏学费 帮他出生活费 都劝他来读书 那最后呢 他读书成名了 当然呢 是为国家能够做贡献了 他呢也念念 记着老师的恩德 所以这个老师呢 是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 那么医生啊也是 他呢 听到门外有人敲门 他也不问这个人家庭贫富贵贱 能不能支付起医药费 他背起药箱啊 就去给人治病 把人的病先治好再说 结果这个家很穷 拿不起医药费 他把这个药啊 都免费的送给人家了 所以这两种人呢 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 重视金钱 结果导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金钱 而不择手段 所以啊 能够教导人 孝气忠信 礼仪廉耻的道理的人 这样的人呢 应该受到国家的尊重 如果国家呢 能够把这样的人呢 聘为国师 而且呢 请他们在电视台 网路上 面向大众 来宣讲传统文化 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带着各级干部 都来学习 都来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上行而下效 整个社会啊 才能够兴起 道德教化之风 所以我们看到 历代的开明皇帝啊 都把儒士道三家的大德 聘为国师 对他呢 非常的礼敬 那么这些人 给他们讲什么道理啊 讲的全都是 圣贤教诲 如何做君子 那么这样的风气呢 一开 这个社会呢 三五年的时间 就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呢 并不是说道德教育不得力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 珍重的重视 我们看在历代的历史上啊 这个朝廷的更替 朝代的更迭啊 也只不过是三五年的时间 就恢复正常了 它从乱到智 也就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呢 这个媒体啊 网路啊 现代的传播工具 都非常的发达 比如说我们用电视 用网路 把那个不好的内容都摒弃 让大家都接受啊 伦理道德的教育 学习传统文化 那呢 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 这个社会啊 就归于大智 那么这个呢 是讲的要用正直之人 那么这几个标准呢 就是告诉我们 领导者在选人的时候啊 要怎么样去选人 任用哪些人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谁能够真正的举弦呢 我们说举职错诸网 能使亡者职 那么谁能够担当起举职的责任呢 那么现在我们社会都流行啊 民主选举 那么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提倡 不那么提倡民主选举呢 我们看呢 在论语上呢 孔老夫子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相怨得之贼也 什么是相怨呢 就是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的人 那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的人 为什么孔老夫子还认为 是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呢 那么这个孟子啊 对这一句话呢 做了这样的回答 他说呢 相怨这种人 最能够掩蔽他的罪恶 以致令人呢 没有办法举出事实来诽谤他 也找不到缺点 来击刺他 然而呢 他实在是同流合污 因为他善于掩蔽 表现的就像中信连结之人 所以才赢得大众的称赞 其实呢 他并不是一个中信连结的人 也不能够学圣贤之道 那么这个人呢 是无德而伪装有德 所以孔子呢 唯恐这种人乱得祸重 所以指明这个人是道德的贼害者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拔贤德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一般的百姓啊 他呢 第一呢 就是理智不够 他可能分不清谁是真正贤德的人 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 你也太不相信人民群众了吧 那我们看呢 在春秋左世传上呢 记载着一个子产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子产啊 任郑国的宰相 把这个郑国呢 治理得非常好 但是刚开始呢 子皮把国政交付子产的时候呢 他也遇到了挑战 那么子产呢 他以礼法来治国 使国独和编义的车居马服装啊 各有区别 上下尊卑各有制度 田地啊 也画有疆界 而且还修建了 修建了田间的沟渠 使武家呢 相保 编为一武 清大夫之中 有那些忠贞简朴的 就给予适当的奖赏 骄纵奢侈的 就依法予以承办 结果子产执政一年呢 众人都唱道 怎么唱的呢 把我的衣帽储藏起来 为什么把他的衣帽储藏起来呢 因为这个妇人呢 过着娇奢淫逸的生活啊 过分的奢侈 会受到制裁 所以怎么样呢 不得不把自己那些 好的奢华的服饰啊 都藏起来了 还丈量我的耕地 征收田税 谁去杀了子产 我愿意帮忙 你看啊 这个子产在郑国 执政一年之后啊 很多人都非常的痛恨他 如果你要用民主选举的方法 这个子产肯定是落选的 但是呢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众人呢 这个想法改变了 他们怎么唱的呢 他们说啊 我有子地 子产来教诲 我有田地 子产使之增产 就是子产能够让这个田地增值 子产如果死了 谁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呢 这个时候大家都担心啊 子产过世 因为他这么好的教诲啊 没有人再推行了 那么他们的利益呢 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你看呢 这个能够识别 真正贤民的人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呢 一般的百姓呢 可能没有这一个智慧 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上也说呢 众物之必查焉 众号之必查焉 就很多人都厌恶他 说他不好 你要认真的去考察 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 那么不好吗 就像郑板桥 为什么写难得糊涂呢 很多人不理解啊 说这是消极的人生观 其实恰恰相反 这反映了他 不愿意和那些人 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的志向 因为大家都是贪污受贿的 以权谋私的 而他自己一个人非常的清正 这些人呢 就会排挤他 那么他一个人孤掌难明啊 怎么办呢 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难得糊涂 所以呢 很多人厌恶他 可能是因为他很清正 而且不愿意和人呢 同流合污 所以人 人很多人都排挤他 众号之必查焉 就是很多人都说他好 称探他 你也要去认真的考察 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那么好吗 可能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党 他当了官 都给他们立役 结党 营私啊 所以你要去考察 像我们在这个群书之药燕子上啊 燕子上呢 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的呢 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燕子啊 开始呢 奉命到阿城啊 去当地方官 结果治理了三年 毁谤的声音 就传到了齐警公的耳朵里 齐警公听了 很不满意 就把燕子招回来 要罢免他 你看燕子啊 他很有智慧 他没有去辨别 因为知道呢 辨别也没有用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君主啊 我知道自己错了 请再给我三年的时间 让我重新去治理恶意 我一定会让赞誉的声音 都传到您的耳朵里 于是呢 他又回去治理恶意 果然 三年之后 赞誉的声音 全传到了齐警公的耳朵里 这个时候 齐警公就很开心了 要给燕子一封赏 但是呢 燕子却推辞不受 他说啊 那么 他说呢 三年之前 我刚刚治理恶臣的时候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注意修理小路 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 结果使那些携取不正的人 都不得其变 比如说他想去别人家偷东西 但是因为他提倡了家家户户的防卫 这个携取不正的人呢 就不得其变 所以这个邪恶之人呢 就厌恶我 我啊 还提倡节俭 兴起了孝涕的教育 教导人要孝敬父母 尊重兄长 还要惩罚那些偷懒的苟妾之人 结果啊 懒惰的人就不高兴 就厌恶我 在判断诉讼的时候 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也不偏向 结果这些权贵啊 就厌恶我 对于身边的人 他们有什么要求 合理的就给遇 不合理的呢 就不给遇 结果身边的人呢 也就不高兴了 也厌恶我 那么那些权贵之人来考察 我呢 就是按照礼仪的规定 给予接待 也不给予他们过分的招待 结果呢 这些权贵之人 就厌恶我 所以啊 有三种邪恶之人 毁谤于外 有两种产曲之人 毁谤于内 所以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个毁谤之声 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被你听到了 而当我重新回去 治理恶意的时候呢 我改变了以前的做法 不再修整小路 也不加强 家家户户的防卫了 邪恶的人就高兴了 我也不提倡节俭了 对那个懒惰的人 也不给你惩罚 也不再教导他们 孝敬父母有爱兄弟了 那么苟且偷懒的人 也就高兴了 我断案的时候 偏向那些 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 结果这些豪强权贵 也就高兴了 对于我周边的人 只要他们有什么要求 也不管他合理不合理 我就满足他们 结果我身边的人 也就高兴了 那些权贵来访的时候 也不管他是不是符合法度 我就超越礼的 好好的招待他们 结果这个权贵之人 也就高兴了 结果呢 不出三年 赞誉之声 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其实三年之前 我所做的事情 是应该给你奖赏的 而三年之后 我所做的事情 是应该给予惩罚的 但是您 需要给我奖赏 这个奖赏 我不应该接受 所以我也不敢接受 齐景公听到这里 若有所思 那么他呢 也明白了 燕子的一番苦心 最后呢 他终于还是任用了燕子 那么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呢 这个贤德之人呢 他要去做事的时候 那么一般的百姓呢 可能不理解 特别是当百姓的理智 还有道德 没有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反而还对他诽谤 攻击 所以怎么样呢 这个贤德之人呢 也很难施展 所以我们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举 那很多的人呢 他就看到眼前的小力 他看不到全局 那谁投其所好 他就会选谁 谁给他的钱多 谁给他的贿赂 投他心意 他就去选谁 那就会出现大量的 寻思务必的现象 所以我们把这个民主选举啊 引入到村干部的选举之中 据说呀 有一些地方啊 还出现了黑社会的老大 都被选为村之输了 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呢 他是有这些历史的经验 他是不会盲从的 他知道呢 应该谁来举荐贤德之人呢 只有贤德的人 才能够举荐贤德之人 所以不提倡民主啊 那也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下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举职错诸网 能使网者职 这个道理啊 不难理解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行下效嘛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举职却这么难呢 为什么举荐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不被用呢 难在何处 这个难在何处呢 第一啊 就是举荐的人 就是任用人才的人 他没有知人知名 没有知人知名 他可能啊 就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 看似有德的人 看似中正的人 给蒙蔽了 因为很多人怎么样啊 很多人说得很好 但是怎么样呢 做起来呢 都和他说的呢 不一致 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 巧言令色 嫌疑人 而且怎么样呢 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不能只看他怎么说 其实很多人呢 特别能干事 但是呢 却不怎么能够说表白 也不怎么有口才 那么实际上在一个团队中 最能干事的呀 往往是这些人 那么第一呢 就是说 领导者缺乏知人知名 第二呢 就是领导者自己 不是一个贤德之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私心很重 胎欲很重 那么小人呢 就会利用他的胎欲 满足他的私心 结果怎么样呢 这些人就受宠了 那么在韩非子上呢 就告诉我们呢 任用君子之人 远离小人 就会使这个事业呢 兴盛发达 如果我们任用的是小人 远离的君子之人 这个事业就会衰败 那么我们怎么判定 身边的人是君子 是小人呢 这个韩子上呢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这个坚定的小人呢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他都是顺着 领导者的心思去说 去做 来取得领导者的宠信 宠爱和信任 所以领导者认为什么是好的 他一定跟着赞叹 领导者认为什么是不好的 他一定跟着去毁报 当然这个说明呢 这个领导者呢 他说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好 但是这个小人为了投领导所好啊 他一定的跟着去谄媚巴结 阿谀奉承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事业呢 就很难兴盛发达了 所以之所以不能够认贤 不能够举职 就是因为呢 领导者自己有私心 而小人利用了他的私欲 来满足他的私心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不能够把真正正直的人 举荐出来 所以在偶艺大师的《论语典经》中啊 最后呢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为格物诚意之人人 方能举职错网 可见民之福与不福 全有己之公私 不可求职于民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只有那个真正做到了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的人人 他才能够做到举职错诸网 也就是说呢 这个民众福与不福啊 在于自己有没有公心 是自己啊 公正无私 还是充满了私欲 不可以求职于民 不可以一味的去让人民服从你 要求人民服从你 这个福一定是心福 而不是口福 是福人心不然 礼福人方无言 是吧 你怎么让人心福口福呢 那就是领导者一定能够公正无私 不要举荐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 不能举荐那些给我送礼的人 满足我的私欲的人 不能够啊 因为这个私心呢 而放弃了公义 所以呢 这个群书之要上说啊 人者在位 而人人来 义者在朝 而义事至 这个人者 有人爱心的人 在领导的位置上 他自然会感召有人爱心的人 从远方啊 目鸣而来 义者在朝 这个讲道义的人 都在朝中围观 那么自然会感召啊 义事都从远方而来 也来和你啊 一同呢 把这个事情办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呢 这个举直错诸网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难 难在何处 就是领导者自己有私心 不能够克服 那么在孔子家语上呢 也记载着 鲁哀公啊 向孔子来请教 说大礼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你一谈起礼 就这么样的尊宠呢 孔子说啊 他说人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 这个礼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礼 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 来祭祀天地鬼神 如果没有礼 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 如果没有礼 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 父子兄弟婚姻 亲族远近亲叔的交往 因此呢 古代治理国政的人 对礼啊 特别的尊重 而且呢 把他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 来引导百姓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 他们的服饰非常的简朴 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 所使用的器具 也不是荆轲细雕的 饮食不讲究美味 心里没有特别的贪求 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 古代圣民的君王 是这样来行礼的 那么哀公听了之后啊 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君主 不能够这样去做了呢 为什么不能够推行礼了呢 既然礼这么好 一用礼 这个国家就得到治理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君 却不能够这样去做了呢 这个孔老夫子啊 回答的也很有味道 他说呢 现在的君子追求利益 现在的国君呢 追求利益 贪得无厌 荒因奢侈无度 懒惰怠慢 游手好闲 一味的搜刮百姓的钱财 来满足自己的贪心 使百姓抱怨朝政 违背众人的意愿 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不择手段 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 而是任意的使用 暴虐严酷的刑法 来诛杀百姓 从前的君主 治理和医用百姓啊 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 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啊 易用治理百姓呢 都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去做 这就是今天的君主 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所以这个论述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国家的礼教不能推行 不能够真正的把正直之人 举荐出来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领导者为官的人 不能够率先垂范 克服自己的私心和私欲 所以难呢 就难在这个习气难以克服 已经习惯于娇奢淫义的生活了 你让他呢 过简朴的生活 很多人呢 看不到他的意义 也就会去抱怨 就像我们现在国家批倡呢 反对奢侈 例行节约 但是这个号召提出来了呢 很多领导干部啊 还想方设法的呢 去蒙蔽啊 领导 把那个消费的场所 从高级的酒店 挪到了乡村 挪到了私人会所 所以你看呢 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 这是不能够举职错诛 真正的原因 所以呢 还是要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自己的身修啊 才能够加齐 加齐才能够国制 国制才能够天下平 这个顺序啊 是不能够颠倒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呢 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不足之处啊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